好 接下來我要跟你討論大巨蛋的問題 市長你知道去哪裡有大巨蛋的都審進行審查你知道嗎 全包第一頁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好沒關係我跟你講 5月2號的時候遠雄受見 那裡面有很多的內容沒有 所以5月9號都發局就發文給遠雄要求他不見 依照這個3月29號3月28號521都審會的決議去補充很多的資料 下一頁這裡面包含防災避難的電腦模擬消防救災動線的說明 還有57部大科車聆聽規劃等等的要求他們14日內要補件完成 可是一直到上個禮拜五 都發局裁員收到遠雄的文件 然後27號馬上就公告說30號要開都審 就是今天早上開都審 過去以往的經驗 我們收到遠雄的補件 我們收到遠雄的補件 起碼都會在網路上公告7天甚至到14天才會進行督審 市長你覺得今天的督審會議為什麼要這麼急 你自己回答 謝謝展議員 那個其實他22號就送過來 還是很急啊 過去都公告14天為什麼沒有 他並不是那個22號送過來 來沒關係局長謝謝你 我知道你們有你們的理由 但你們讓人民看起來就是市府很急 急著想讓遠雄通過 連這個過去公告14天的這個程序完全沒有下一頁 去上一次的3月18號督審會議 遠雄前一天交資料 柯市長就說難怪沒有過再下一頁 結果這一次3天就公告 你讓台北市民有什麼樣的感覺啊 我告訴你市長下一頁 你讓市民的感覺就是台北市政府內 有個集團要幫大巨蛋放水 有沒有 就放心啦 因為最後要審查的時候還是錄音錄影 還是有錄音錄影 公開的審查有錄音錄影 私底下的僑彈有沒有錄音錄影 這個市長上一次專案報告的時候 我把你那個局處首長啊 這個李文中啦 這個袁秀惠啦 李在莉啦 這些人全部叫起來 問他們敢不敢撤謊 你的網軍幫我弄了一部片子 叫做我叫跳針節啊 你知道嗎 我問他們敢不敢撤謊這件事情 他說我跳針啦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來下一頁 林中平指控李文中 在去年十一月六號 十一月二十九號 還有十二月十一號 惡意強行干擾 遠從大巨蛋的毒審 而且涉及護航跟放水 雖然你的陣風處已經調查過 他說沒有涉及不妨 行事不妨 我們明明知道 李文中在府內召開的這個大巨蛋會議 有你的授權嗎 他當時在市長是顧問嘛 所以有些會議他會去參加 這是 這是 我問你啦 你有沒有涉權他去搶蛋 過去在這個時間 就我所知道 就你在議會的報告 可以去喬蛋的是副市長 一個是鄧家基 一個是已經離開的陳景峻 為什麼李文中 可以十一月六號 十一月二十九號 十二月十一號 召開大巨蛋的會議 你有授權嗎 我再問一次 你有授權他去喬蛋嗎 沒有啦 第一點喔 召開會議是什麼樣的會議 好 對什麼樣的會議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給你問過兩次 還讓人告訴我 我是跳針結 問到這麼激動 你都沒有回去跟李文中問一下 你十一月找老 十一月二十九 十二月十一 你開這個大巨蛋會議 到底在講什麼 你完全沒有 你真的很不尊重議員 市府的會議 這也不是one to one 那每次 我知道大部分的時候 湛可陽 市長抱歉我打斷你 林中銘已經指控他 這三次的會議是惡意干擾都市 我也跟你在這邊提過兩次 結果你回去完全沒有問李文中 沒有啦 我跟你講一個會議 如果有十幾個人 你知道 那一個人講話 跟其他十幾個人 那 那 那這也不是一個 那如果你一個人意見 跟其他十幾個人意見不一樣 那這個 這不一定是誰對誰錯 阿不是 阿你有沒有授權他去開這個會議 我問你是這個 第一點我不曉得那個什麼樣的會議 但是 但是我跟你講大部分的會議 也不是 所以李文中 起碼我跟你說了 林中銘爆料了 你都覺得OK 不是啦我跟你說 所以你都不用問他 你開這什麼會 你都覺得李文中去召開這三次會議 被林中銘指控 被減舒培在議會 多次質詢 甚至要求問他要不要策謊 都沒有關係 沒有啦我跟你說 因為這種 我知道這樣 我們市府你知道 也不會 因為我們都是 就是 用那種 會議的制度 你知道 不是 如果蔡壁如 顧問 都不可以去喬蛋 李文中 為什麼可以去喬蛋啊 對啊 人家哪有什麼叫喬蛋 那怎麼辦 他是市長式的顧問 所以他有喬蛋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 你聘了一個顧問 他要去給你喬蛋 你完全沒有辦法 第一個 什麼叫喬蛋 對 什麼是喬蛋 我跟你說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告訴你 我要 我要 我要感謝 幫我把質詢 變成跳針姐的這個網友 因為有他幫我宣傳之後 下一頁 我收到11月29號 的一個錄音帶 這個錄音帶 裡面 就是李文中 跟我們的局處首長 一起開會的 會議資料 我們來聽看看 大家說什麼 來 放一下 可以幫忙 來 時間暫停 要不要把檔案 要不要把檔案存在電腦裡面啊 時間暫停一下 我感覺很精采 很精采 所以我覺得 總共七段 總共七段 你們那一天 就我所知道 會議好像開了90分鐘 但這個民眾給我了 七段 他讓 我不曉得市長知不知道 你沒有問李文中 你也沒有問 語會的所有的人 我跟你講齁 你要讓我講話嗎 我跟你講齁 如果要放的話 你就90分鐘直接放 你不要剪一段一段 沒關係 因為我沒有辦法90分鐘給你 沒關係 你如果需要 我給你 因為 很簡單 我質詢過 林中明 也指控過 你連李文中 把他叫來問問看 都沒有 我就告訴你 李文中的真面目是什麼 我到時候 我沒有 我告訴你講很簡單 這個提供給我的人 他就只有給我七段的音檔 這個 我問過林中明 我把這錄音帶拿給他看 我也問過他 跟11月29號的開會 現場是不是一致 他說是 所以 我今天 雖然沒有完整的錄音檔 但我今天要讓你聽聽看 台北市政府的官場現行跡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如果有90分鐘的錄音 錄音帶 你要拿剪氣段出來 我覺得這個 這是不公平 還有一點 在我們市政府裡面 你有沒有看過 我們早上開陳會 一瞪一瞪都可以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再大聲一點 我們今天在座 一定要解決一些事情 也不瞞講白一點 規矩我講白一點 18號 12月18日 總辭 對不對 25號就要上任 所以我覺得在前面 我當然要釐清大家的強反觀念 到底誰違法 誰不違法 我們當然要合法這樣做事 現在是 委員會 我不是針對周明 委員會 他講得多 講得很壓 你這個是人家未知數的 你我也有 何大 你天大的感知 你擺一個誤會來 將來人家都不知道自己 要大問題 第一個 這就是共同決議嗎 必須要講得很對 然後一個人決議 就可以做成嗎 我要了解 對不起 因為你們中午我才來拜年 我不知道 我今天也跟了一個委員會 在一起接委員 我要了解 那個中央的委員會 是怎麼開的 我很認真 我去學 他沒說那個道理 你憑什麼把 一個未知數的 你講得很對 這個條文跟第二條 我對委員會的決議 我也有理解 第一個 我同意你講的 委員會怎麼會過這種決議 所以你不要生氣 我以前跟周明說過 我今天大家一起來 我今天很奇怪 我們今天來 我們今天來就幾個局長 因為這個 其實今天來的都是 要確定大局長可以往前走 我講白一點 我們希望要趕快弄地 那我 我常常講 我在過去六位我常講 你不要把我當師 你如果是什麼部門分量 部門就什麼 沒有 就把我當老百姓 我常講這句話 你這樣講 怎麼可以入悠悠悠大眾的老 這需要專家嗎 我不會 這是喘事 對不起 我就指說了 所以你先不要那麼 第二點 這點也要我發 跟你講 這邏輯完全一樣 你一次三輛 最後下輛 兩百四十輛的車 你說進來這邊 所以就整區要 整區要評估 跟你回答 那如果能經過國際委員會 我要整區評估 我也極其以為怎麼可能 我就跟各位提到 你這個委員會下來 你都這邊下車 車子這邊下 所以要整區評估 為什麼第一次都省 遠雄不願意 因為全部要評估的時候 沒有時間起碼半年 就完了 半年到一年 因為他要去算 本來過去的防災 是從這裡面防災 結果都委員會 一弄 從那邊上架車 就算你全部以下 兩千人下來 因為你全需要評估 這我認為 一常識來講 我也奇怪 這我也跟周圍報告共同 所以 那 周圍明剛才開眾你 第一句話就說 都市人的確定 不能更改 我也問過了 為什麼不能更改 我也問過了 怎麼可以查紀錄 可是 我們不要提到那麼嚴肅 是說這個 不合常識的東西 我不曉得 你們都比我有經驗 我一下 報告 市長 都審會議 都審委員 天大的打子 居然敢擋遠雄 是嗎 我可以講齁 我是不是可以先請 當天與會的所有的官員一起上來 我先講一講 李文中 張哲陽 袁秀慧 吳俊宏 劉明龍 在立 跟大巨蛋籌備處的陳氏浩 我要先講話 韓國會還在懷疑說他被確定 我台北市政府才是真正被確定的 而且是這樣確定的 市長 所以你的公開透明在哪裡 我跟你說齁 台北韓國會還在說他被確定 是不是還不曉得 我台北市政府今天很明白的被確定 市政府 這樣子的會議 有人不服 開這樣的會議 公開喬蛋 不是我先要求你回答 你這個誰給你的 民眾寄給我 什麼民眾寄給你的 就是民眾寄給 我台北市政府這樣被確定的嗎 你這個錄音帶 有可能是你後面的那一些人 我跟你說齁 錄音給我的 哇 錄音給你 你不用生氣 我告訴你 沒有 剛才談那個沒有的事 你可以 你可以偵測 台北機場 因為台北機場完全沒有計畫 後來都審也說不辣路了 不用急 不用急 李文中公開要改都審會會議記錄 而且認為都審委員了不起的不得了 我在證明中處已經回答了 而且張秘書長說 都審委員怎麼可以這麼鬧 真的很囂張 來下一段 再下一段 來第二段 這是李中銘講的話 承辦那個承辦的同仁一個字一個字 是念足會議記錄 然後 而且還打在螢幕上 你回家以後收到的會議記錄 跟你在當天打在螢幕上是一樣的 讀者會議 因為竊聽不會那麼清楚 結論是不能亂寫的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假設 這就是與會人員的錄音 11月1號進來 遠雄其實是清楚了解9月20號的會議記錄 可是他9月20號沒有提出疑議 11月1號進來也沒有提出疑議 而且他在11月1號的前三個半小時的簡報 都是以L型基地來分析的 好所以我就跟各位講說 遠雄有他的權利 他如果對於9月20號的會議記錄有意見 那我認為他要正式發文 都審的會議記錄如果要修正 這不叫更改 這叫修正的話 是要有他的程序 我過去沒有修正過 我能夠想到的是遠雄要發函 我要講的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9月20號連續是開了四個小時 會議記錄也是一路念下來給大家聽的 好這是林舟銘邀再次重申都審會的會議記錄 不能自動修改 如果要遠雄要來韓 不過市長你剛剛非同的生氣指控說有人窃聽 我不曉得你聽到這影帶的時候 你居然第一個心裡的感覺是說 生氣你不窃聽 而不是你後面的那些團隊居然公開的喬蛋 我覺得這是讓 我覺得所有的市民應該會非常傷心 因為大巨蛋的公安 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你說你不刁難也不放水 可是你的團隊就在準備放水 可是你不生氣 你生氣的是把這些錄音帶錄起來給你聽的人 來這下一段 我還是再複習一次 9月20號506次的都審會會議記錄 就是說 大巨蛋的防災避難人數 就是以環評核定的人數59833加S 下一個 11月1號要求了 如果防災避難人數要改變 就必須得依環評法等環評審查通過之後才能否定 這我幫你複習一下 前提前情提要 齁 來這下一頁我再給你聽這一段 我跟妳講 這個講出去齁大家可以同意 但是我同意說這個紀錄做下來的時候 我不是說我們講不講是可以這樣講嗎 就不要去遵守 你在紀錄上不太好交代 說這個 啊這個很好交代 他只要說這個未來的意見我不知道 好不然你給我 他就我跟你講你如果當主席 你就會 你有一些 那現在也 秀慧也在 你也在 我已經提出來了 他們不願提 這就是我擔心的提 各位大的 我對他們提出來 請他們拒問 這就是我 今天在這 對我們就談實際的一些 韓明知道這個 當場還有反應 我已經跟他談了 我跟他談了 他們不認為你 這就是我擔心的地方 因為對他談不是重點 我私下跟周明講 我現在很擔心是對方的出牌 可以影響到你籌備出的合約 講白一點 我擔心是這樣 我親自跟他 秀慧也在 我親自跟他提 請你發文過來 而且 周明我既然都在 他有抗議 他當場是有抗議的 這個話 既然錄音帶你再找出來 那個錄音錄影都在 他有抗議 說你們這個是無線上綱 我都不知道未來 他們有提 現場有 我跟您保證有 現在就是剛剛議長問得很對 誰做的這個決議 還是共同決議 你問得對的問題 當場他是有抗議的 可是事後 我們要求他在補的時候 他不做這個都不做 您交代我的時候 跟我講這個方法 我當然有跟他提 您講的問題 我再回溯一下9月20號 9月20號 都市設計審議是這個樣子 99.9%就是檢討你自己的基地 那遠雄想要把文創園區跟松菸拉進來 他說因為這是一中基地 容積一起算 所以委員們才會說 如果你要不是L型 是L型加右上角的 那你的環境 環境就加台北機場 好 台北機場 你知我知還沒開始營運 只是聽文化部說 他要變台灣唯一一個鐵刀博物館 所以委員們當天 大家都知道 目前沒有台北機場的計畫 但是邏輯還是一樣 如果有你的環境要討論 意思就是這樣 下一頁 李文中密會遠雄 不只在台北市政府幫他開會 找所有的局處長一起來討論 還帶著原秀會局長 跟誰去討論合約 這也是我很想要知道的 這也是我很想要知道的 原秀會局長也沒有否認啊 是不是屬實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是檢察官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的正風處 也靠不住 我可以拿到的東西 你拿不到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是不知道啦 市長覺得說 李文中帶著原秀會去談籌配處的合約 遠雄跟他講說都審會的決議我不能接受 我們要求他發文來 居然他不發 然後我們的李文中主任 就幫他召開了一個這樣的會議 你沒有討論合約 我告訴你 我就是聽 我就是聽 檔案做事 因為這是李文中 李主任講的 好不好 李文中有要求李文中要 如果會議要更正就請遠雄發文 沒有嘛 那李文中就 李文中就有說了嘛 李文中在裡面就講了嘛 李文中就說 李文中就說 遠雄不願意嘛 遠雄就是不願意嘛 所以我們今天招待這個會議 是想辦法嘛 周明要遠雄行文 所以呢 我絕大部分 我沒那麼偉大 我去年剛加入而已 你在這邊不偉大 我要說明的是 你面對議員的質詢不偉大 筹備就是我們的賈方 我覺得大部分是印著 筹備書要求我協調 就是因為我是 我是那個 市長是顧問 Just all 所以你是市長授權去喬答 不然我市長幾乎沒有 我上次在5月7號 打悟李博裔先生的時候 我就說了 市長幾乎沒有跟我談這些事 好 時間 你先不用講 這是你自己講的 因為這是錄音檔裡面你講的 你可以跟錄音檔抗議抗議抗議 我沒有講過這個話 你為什麼給我錄起來 好不好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 來 再下一段 所以結論就是 可以做結論了嗎 就是要對方發文是不是 還是一樣 因為 請遠雄發文 都省不會主動 主動跟蹤 修正 好 你在台北上面你一下 請遠雄 對9月20號 10月1號 的那個 都省結論有決議 我們這個也不做記錄 好不好 陳世皓說不做記錄 好 好 好 我們會再跟你說 是啦 好 對 陳世皓說不做記錄 今天這個會議不做記錄 市長 公開透明耶 談遠雄的所有的會議不是都應該記錄的嗎 為什麼沒有記錄 而且 陳世皓還說 我們去跟遠雄談 也都沒有記錄 也都不做記錄 喔 我這真是好人 不是這樣 抱怨 刀插吃人肉的財團 我們跟他談 幫他談 都不做記錄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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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公平 我告訴你 我不信任 我告訴你 我接下來會問市長 這個引帶怎麼用 怎麼調查 你們現在都在上面講沒有 以後我不在現場 請您把所有的引帶都放出來 下一頁 下一頁 第五段喔 上一頁 好 對 那最高那個值是根據環評人數 是 隱禁人數 現在沒有錯 現在就是隱禁人口數 59833是隱禁人口數 不是農流人數 我意思是說 我環評的部分 他不會改名 對 對 你看這裡寫 他說 本案 以這環評 引進人口數為最高 下上限 1249瓦 他寫了百塊錢 沒有錯 他引進人口數 他沒有爭議 59833 那我 那我 我這一邊 我在幫他的是說 第一個 我也沒有說 要他提 現在就提 人流管理計劃來 我只是 預先 試一下開會 預先告訴他說 可能會有委員叫你提 所以你要有一個準備在這裡 那第二個是在於說 這一個人類管理計畫也是要到它的營運的階段去 才會發生的 所以我才會說在環評上 它盡量能夠單純 因為不是我們在這邊當委員審 這個是環評法很詭異的地方 所以我才會說跟他們講 就是說這個遠雄 就是說你就是越單純 你送個簡單的東西進一進來 那就這個委員幫你審了兩次就過了 希望是怎樣 好 再下一段 現在各位 我自己做 秘書長講的沒有錯 環評人數如果等同融流人數 假王也同意 以王也同意 大家還以幹活 就59833 對啊 現在重點是他不認同嘛 假不認同 也行嘛 也行嘛 也行不認同 不是認同 他不認同 對 對 就是會議紀錄馬無下 但是等於遠雄 不是你聽我講 所以他的來文要含那個訪問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講的 我們是認同環評等於融流人數 我們希望要這樣 都審決議 好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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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要講點窯 對 環評等於融流人數 等於 對 等於 是都審決議 對 你都審要需要這樣 也要劉險 可以決議 決議不下 然後我跟你講,我從劉警長剛剛的說 你如果這個變太多,他那邊的喘息也是會死人的 所以說對我們來講,兩個是最好的 好像這個人一下五九八三三 但是回到他以後你要再加那些加 你的方式是這樣,就是現在目前 然後聽起來是對外界最沒有爭議 因為三個機場,找一個隨便來問對不對 五九八三三,你七九二二什麼七九多 二什麼九多對不對 那我到底是多少,我為什麼還採券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遠雄主張還美人數這個東西 五九八三三,OK 把環保取消,我們要試了 他要避難人數七萬五 好,他如果七萬五和你做過的話 好,警衛督阿警,你要不要避難過 那我現在回應你的問題 好 他九月二十號,我再講一次 他律師全程在場,全程錄音錄影 那天就講環評要等於說,容留六十天了 他沒有文字反對那天的會議紀錄 好,那要不要放出來 市長跟您報告一下 這一段討論的就是要把模擬人數跟環評脫鉤 模擬人數七萬跟環評脫鉤 因為如果沒有要做環評脫鉤,兩年 畢樹長說的會死人 不知道要死什麼人我不知道 下一段 過了以後你假設的好 我這個LBCL59833加在外面的七萬 假設好,對,我問你過了 那你要注意喔 環保級那一關,對不對 好,你講到重點了 好,不要重重環差 以這樣來講的話 那個就不是59833 那個叫做59833又加了什麼一萬三 那要走環差,環差什麼等當 沒有,我還是主張 都市會都市會都市會 那你不是要指指的 因為國題非常簡單 你電腦模擬 你是基於都市房間安全 你安全係數大多高都可以 但是呢 我的59833 是鐵熊當年承諾的 要回去的環境平均值 這樣可以有一個建築物 好,他的... 這個是中間最紅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不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再次提醒 拜託允熊 因為這個案子 因為我告訴你 台灣的 包括這個 不管國民黨政務 民黨政務 在環平上死了多少案子 像深奧電線上 跟那個官長不是都死了嗎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是說 環平的事情,對不起 不可造勢 就是一定要聽,一定要聽聽我 就是說他不要去動這個 他只要講說 好,我這裡動線變了 我這裡交通有一點弄 他弄得弄好 那來了 那委員是最低度的神 因為委員 因為你不要忘了 今天這些人後來陳述意見 他們也可以說 進來影響這些委員 一定按照主張 你說遠熊當年 什麼什麼動員 一定要重辦華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連那一個 對不起 主持的那個委員 都要特別挑過 要特別挑過 要特別挑過 懂了吧 9月20號 我們是不等於 余生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柯平要強我吃你了 他現在要送 哈哈哈哈 我知道 但是他又希望不送 他要寫來的論文 又要在家裡提 說這個要不等於 對 對 其實如果是他 如果答案是這樣 檢視作品 我的建議是 他如果是這樣 檢視作品 他安全 他這樣已經考慮了 他第一 那是他 我的環境 那是 第二 我的榮友人數是多少 你也不能給他 他如果9萬 模擬過的話 你會給他9萬 我的看法是 防災避難 模擬人數 不就解釋他嗎 對啦 防災避難 模擬人數 第一個 第一個 要去跟委員說 我跟你說 等逃 我不等逃 這是第一點吧 第二點 我證明給你看 我的模擬出來 是十萬人 模擬過了 你們去抬問 這就這樣而已 你也不能跟他講7萬 你也不能跟他講7萬 如果有問題說 你為什麼跟環境人 就不一樣 沒有這個 剛剛是說這個 不要用防災避難 用防災避難 模擬人數 因為模擬人數 只要大於這個就OK嗎 對啊 他一定要大於這個才可以 要用防災 要用防災模擬人數 來通過 只要他模擬 就可以跟環評脫鉤 來夏業 我們海北市政 不好意思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我沒有請你講話 謝謝 認識 這七段錄音帶 我聽完之後 我跟市長你剛剛的太 一樣 都在抓頭 這跟我想像的白色力量 柯文哲柯市長的團隊 差別非常大 因為我們 你站在後面這一些 都是你的局處首長 是你的高中同學 是你的顧問 全部都在幫遠雄想辦法 你說什麼是喬蛋 什麼叫喬蛋 剛剛這七段 喬得到徹底吧 為了幫遠雄 逃避兩年的環差 環保局長 劉冰龍居然敢 說 環評引進人數 跟都審 防災避難人數 要分開審 都審歸都審 環評歸環評 還要幫遠雄 特別挑環評委員 還要請你去請他吃牛排啊 因為我們要請 浩義 那個 時間暫停 秘書長我沒有請你講話 我沒有請你講話 時間暫停 因為這個會議上 就失控到我 主席 我覺得這個是隊友不公平 主席 我請秘書長 不要在我沒有請他講話的時候發言 好 那議員繼續 這是我的質詢時間 我收到的這個引帶 我不是沒有查證 我查證了你們檯面上 你們現在台上的 跟你們一起開會的人 那個人叫做林中明 他也是這個會議裡面 一直不停主張 必須要尊重都審委員的會議決議的人 要遠雄提書面 來做審查的人 我可不可以講話 什麼叫喬蛋 這就是喬蛋 市長六恰 劉民農家的 五百五 第一點 如果他是一個 九十分鐘的錄音帶 請不要剪七段出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齁 你如果要問的話 要這樣當事人回答 我聽來聽去 這只是表示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傳統 大家都可以明則在那裡吵架 所以你同意 環評歸環評 都審歸都審 公開喬蛋 公開透明的公開喬蛋 然後唯一反對喬蛋的那個人 離開你現在的台北市政府 幫忙喬的人 現在都站在你的身後 錯 我能不能講話 你要讓我講還是你要講 沒有啊你講 好我跟你講 第一點齁 我聽來聽去 哪個地方在喬蛋 我才聽不出來 這個可以 既然你都有錄音帶有竹字稿 那就給社會大眾去看 是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VOT你知道齁 大巨蛋它的確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歷史工業 我們就是在想辦法解決 到底那個 那個防災系統要怎麼弄 有本事我就把它拆掉了 拆不掉 那我們就要面對這個問題 看我們要怎麼解決掉 這些官員不是大家研究說 這到底是沒有改過 就是這樣啊 哪個草意怎麼蛋 抱歉 你講的是不對的 我必須要講 大巨蛋的都審 不是你後面這些人 可以去喬出來跟討論出來的 他是有都審委員去做審查的 就是市長你這個態度 你後面的這些人 才敢開這個會啊 不是啦 我跟你講齁 所以你不要再告訴我說 你對遠雄是不刁難不放水 你現在就是要趕快過 但是我跟你講齁 我們我們有讓他過嗎 也沒有 但是這樣啦 那個問題 我告訴你 那是還沒有審完 我告訴你 你在回到剛剛 九月二十號那張會議裡面去看 他原本可以討論的人數 只是五九八三三加S 除了這個 遠雄都不能再討論七萬加S 但是在後面的幾次會議 林州民離開的幾次會議 有沒有討論七萬加S 遠雄我沒有來韓更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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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齁 我本來想說 哇你是錄到什麼機密啊什麼東西 結構也沒有 是 你聽到哪個地方在喬斷 原來都審歸都審 環評歸環評 咒罵都審委員好偉大 都審決議我要改 這都不了不起 不是這本來本來原來就是這樣 張秘書長 我沒有請你幫 不是 我講到說 時間暫停 那個 議長 議長 你不可以尊重我的發言 不是啦 我跟你講齁 你要指控人家 又不給人家發言 不給人家辯駁 沒有 我沒有辦法去了解 我只是 把我拿到的錄音帶 因為 我查證過 跟林州民 我現在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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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林州民的意見而已啊 好時間暫停 沒有被尊重啊 時間暫停 我可以給你尊重 你可以去跟檢調講 絕對尊重 那有什麼問題 好 來 下一頁 政風處 居然在 我說 政風處的報告 送去你那邊 等了 放了三天 結果 政風處 在 5月24號 發了一個稿 說 說他一正常的行政程序 陳和市長 屬正常程序 沒有放兩天這個事情 下一頁 這個是 政風處 同仁跟我的 Line的對話 5月10號 是政風處答應給我們 這個小組 政風的調查報告的時間 這個同仁非常的認真 因為那一天大約在5點的時候 這一份報告 還在鄧副辦公室 因為我一直追 他去鄧副那邊找 我打了一通電話 給鄧副的秘書 鄧副在5點多就送出來 這個同仁就趕快 從副市長室把報告 送到市長室去 在那個地方 等到7點 等到你辦公室關門 他還拍了一張照片給我說 議員 我真的在這邊等到關門 市長的公文還是沒出來 到了 隔一個禮拜 禮拜一 到了下午 資料 還沒送來 隔一天禮拜二才送 議員 議員你講這個不對 5月10號 總是禮拜五 禮拜六禮拜天 市長不在 甚至禮拜五下午 市長還是休假 說那個鄧鋒區的同仁是有問題的 好 鄭鋒區的同仁有問題 好先生喔 我好生氣喔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同仁 同仁自己拿報告進市長室耶 秘書長你怎麼可以這樣發言 不是他本來就是我查過 上次議員我查過 我覺得 市長 他送到市長是市長當天下午是請假的 市長 市長是六日不在台北市 市長 市長 市長在禮拜一的中午就已經批掉了 可是你的市府怎麼會挺你啊 我跟你說喔 我們禮拜六禮拜天我沒有上班 對不對 所以你說我在押公文 你說禮拜六禮拜六沒有來上班 所以 我到禮拜二才拿到 那同仁有沒有講謊話 不是啊 同仁有沒有講謊話 市長是禮拜一下午4點多批的 同仁有沒有講謊話 東西是不是躺在你辦公室躺兩天 不要跟我講他是電子公文 沒有躺兩天 沒有躺兩天 他上去的時候根本沒有說文 我告訴你 你居然 我不曉得啦 秘書長真的官威非常非常的大 你現在要回去城府鎮鋒處的同仁嗎 不用 但是那個公文程序很清楚 他五點多送去的時候 市長是早上八點多說文的 這個秘書長真的不知道所謂何來 我跟你講他是很老實的 連他都惹毛的 我告訴你 我沒有惹毛啊 這個是同仁的line啊 這是同仁的line啊 同仁是不對的 我告訴你 我可以把紀錄公開 我可以把紀錄公開 那個公文程序的紀錄可以公開 時間暫停 好 徐議員繼續 我跟你說 我要講了一件事情 沒有啦 禮拜五下午送公文 六日我不在 你說我們押公文是押什麼公文 我說他躺在你辦公室躺兩天啊 所以你是要 對啊 是不是有這個事實 那你為什麼說謊 你是期待我禮拜六禮拜天來批公文 你不是常常這樣嗡嗡嗡嗎 是沒錯 對啊 你是期待我每天上班 你是期待我每天上班 到台灣各地去嗡 我跟你說 你這樣 你這樣 你這樣太怎麼講 就是 這種隱匯性的毀謗 你知道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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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其實是小事 但你們連這個都要粉飾太平 甚至只是基層同仁說謊還發新聞稿 我不知道你們要粉飾什麼太平 我不懂 那我要跟你講 徐議員這不是粉飾太平 這真的是 時間暫停 我可以講 我 秘書長說一下 秘書長 不要回答 有問題 我們告訴我們送進王室去告一查好不好 好嗎 進王室一定沒有效 對啊 秘書長繼續 我跟你講 我們只是基層同仁說謊 誰只是基層同仁說謊 我告訴你 這個新聞稿說是誰發的 新聞稿是市長數 市長是指示正風出發的 為什麼要發這個稿 如果你就真的躺了兩天 為什麼要發這個稿 然後我告訴你 我那一天看到這個 我那一天看到新聞稿的時候 我還沒有請你發言 不好意思 這我的時間 我沒有請你發言 不要你們一講話 就要我停止讓你們講話 好嗎 可以嗎 我可以卑微地請求 你們嗎 我看到這個新聞稿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其實是幫 晚上七點多還LINE給我的同仁打爆補品 他明明其實有在做 不管為什麼合不出來 其實我很肯定他 但是 所以 所以 你 我告訴你 禮拜五送公文進來 禮拜一簽有什麼地方不對 所以 沒有啊 那你為什麼要說謊 我們哪個地方說謊 沒關係 我只是覺得 市長 市長 政風處 不是你 粉飾太平的空巨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個新聞稿完全是政風處 依市長簽收的時間 跟批出來的時間所發的 市長完全 市長是也沒有指示 是我們依據事實來做這個陳述 所以你看 你怪人家要錄音 你怪人家要錄音 我真的恨不得那時候同仁來跟我講說 拍謝拍謝議員 我真的不知道 就把它錄起來 你怪人家要錄音 跟你柯文哲的團隊講話 全部都要錄音 來 來 我只有要求 這個錄音帶公開了 我也查證過 跟林中銘問過 林中銘說他 認為這個 這些錄音帶 跟他11月29號 在市府召開的是一模一樣 你那不認為是喬蛋 我不曉得 但我認為他是喬蛋 那我們到底台北市政府 除了你後面這一些 祝遠雄代表之外 還有多少人 市長 你要不要自己好好的去查一查 我認為應該要 不然他絕對會成為 半導擬在總統路上面的一個大石頭 另外 我不期待 政風處能夠再有什麼樣的報告 也不會期待你們再去做調查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為什麼李文中 張哲陽 袁秀會 要去跟遠雄談 到底談了什麼 不曉得 到底有沒有 涉及不妨 到底有沒有 跟遠雄有什麼樣的交易 市長 市長 你覺得你要自己送檢調 還是由我來送檢調取發 我跟妳講 我是不曉得妳想要影射什麼東西 妳講老半天 一直告訴我 我沒有想要影射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的作為 如果你不知道 我現在在這邊告訴你 但是 如果你知道 也許 你沒有拿好處 你就是想要趕快讓他完工 放他水 那也不要 在那邊講說 我就是公開透明 我就是嚴格審查 我們要的就是一顆安全的蛋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不是這樣嗎 沒有 那你們還是繼續的在努力啊 我不曉得你在市府裡面 有多少人在這條蛋啊 我今天的質詢就是要告訴你 有這些人存在 這些人是不是有拿好處 蒙騙你 我希望你好好的調查 不要回去之後 一樣 11月29號開什麼會 我不知道啊 那裡面都開的啊 我不知道啊 可以嗎 我跟妳講 我剛才聽了老半天 我都聽不出有什麼問題 沒關係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很認真的在討論說 那個到底分數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妳的環保局長 要幫遠雄特別的找評審 這個我必須要說歐明 因為沒有人要當主席啊 所以我們 第二個審查時候 我們是要回避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把這個事情 說得比較清楚一點 第二個是 剛剛講的 防災避難模擬人數 議長 是林卓民在 2018年9月7號寫給議會長 議長 他們都在15晚的時間 因為他們現在的辯護 我都沒有辦法知道 他們是不是跟遠雄有交易 市長你不好奇 他們有沒有跟遠雄有交易 但我很好奇 所以我會把這一個錄影檔 全部送檢掉 你最好都不要好奇 你都继续奉任你的远雄代表 在你的台北市挑战 我们就看这个大巨蛋 我们会所有台北市民眼睛睁大 看你怎么样处理这个蛋 好不好